大家好 这里是GPD官邦魂道 我手上这台机子就是我们的GPD Win Max 它的CPU是i5-103577 然后有16G的3373的大类存 512的SSD NVMe 整个配置都已经算得上是非常不错的 有的朋友就是以这个机子能不能玩3A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机子我们鬼器5 可以算得上3A大作 鬼器5在这台机子上的表现 现在我已经进入游戏了 为了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把这个拿近一点 现在是49帧大概在50帧 那么我们进游戏 等会儿配置的话我们等会儿进去再看 好 听听 好 我们现在就进游戏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已经把那个电影啊 各个CG已经跳过了 现在我们进来看一看 现在GPU的负载是在98% 然后CPU在54% 然后在70度左右徘徊 大家看到这个游戏运行起来是非常流畅的 大概最低也没掉过30帧 然后我们等会儿去看一下配置 等会儿把这个恶魔打完 现在大概看起来可能有点反光啊 但是我从实际的画面上看过来 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 效果CG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设置 整个设置呢 现在是1080乘800 呃 刷清率60 全屏 然后这个是变动 然后所有的特效啊 是中等特效 你看啊 是中等 所有特效都是中等 都是中等 所有该开的全部开了 然后这个光照体积开的是高 所有特效全是中等 OK 然后让我们推出来再继续再打量把 好 现在又大概玩了几分钟之后呢 大家都看到这个帧数是非常好的 都在30以上 而且也没有有什么大的卡顿之类的 很流畅 CPU的温度也在70度 散热还做得很 是很不错的 跳过CG 好 大家看一下Boss展 大家看一下Boss展 好 可以 你还给你按一下Boss展 对 你还要有点 你还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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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在这里 你还在这里 你还在这里 好像我快挂了 看我跟他谁先挂呢 我们就不复活了 大家都看到鬼祭武在这个机子上的表现 还是非常完美的 中等特效之下我们可以很流畅的运行 而且是全屏满帧满屏800P 现在这个机器是在25W的公寓下运行 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测的游戏 请在下方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